日前 凭借成功完成偏轴空翻转体1620度的高难度一跳 谷爱玲夺得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金牌 然而也有人早就打起了注册谷爱玲名字商标的主意 他人注册的谷爱玲商标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2月11号 律师做出解读 早在2017年就有媒体陆续对谷爱玲进行报道 在中国商标榜上截至2月9号有29件谷爱玲商标申请 其中最早可追溯至2019年6月 最近的则在2022年1月28号 除去2019年的十余个商标通过申请 目前其余商标处于被驳回无效或待实质审查的阶段 2019年6月份是谷爱玲刚刚宣布说 可能要出征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 可能原来当时商标的审查员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所以那些商标得以注册申请成功了 但是现在如果说再有人去提交谷爱玲这个商标的申请 本来他们可能跟谷爱玲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也没有不能提交这样相应的这种授权书的话 他们的申请就是会直接被驳回的 个人或机构恶意抢住商标 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 对于恶意申请商标或者说恶意抢住商标的这个申请人 他会处于警告和罚款的形状处罚 对于明确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申请人属于恶意抢住 仍然接受申请人委托 帮助他们去申请商标的这些商标代理机构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给予责令整改 警告 罚款 更为严重的呢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可以决定停止该商标代理机构 办理商标代理的业务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大对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打击力度 2022年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通报 2021年全年累计打击恶意商标注册申请48.2万件 快速驳回抢住长津湖 全红产等商标注册申请1111件 对恶意抢住的行为律师给出提示 国家现在对于商标恶意抢住或者商标囤积的行为的关注 以及越发严厉的打击的导向 其实这些商标投机贩子他们的生存空间 以及他们的这个业务空间其实是在越发的被紧缩的 包括未来他们在去进行商标囤积申请注册的时候 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成本可能投入进去了 其实回报却可能会大幅的降低 建议合理合法的以使用为目的注册 所需要的商标规范商标的注册及使用行为